小丫頭到了二門外面那些管事女人聚集的地方,見到只有兩個婆婆在分菜果。 小丫頭問:「哪位奶奶在這裡?東府奶奶等著一位奶奶去,有嗎吩咐?」 小丫頭一尾顧著分菜果,又聽到說是東府的奶奶,不然怎在心就回答了一句,管事女人都走了。 小丫頭,什麼都走了?你們去家裡傳她吧。 小丫頭,我們只管開屋,不管傳人的,姑娘要傳人就派別人去。 小丫頭,哎呀,你們造反,為什麼你們不去傳? 小丫頭,哄起我來,平時你們不傳,誰去傳? 小丫頭,如果是你們自己的事,或者想到什麼東西給管家奶奶, 小丫頭,你們就雞腳地走去傳。 小丫頭要傳你們,你也是這樣回覆嗎? 小丫頭,一側就喝了酒,二側就被丫頭刺得正。 小丫頭,那就生氣了。 小丫頭,哄,發呆瘋啊,我們全都跟你們沒有什麼相關的。 你不用揭我們,你想想,你的老娘在那邊管家爺的面前, 更會拍過我們。 你這麼有本事,在你們那邊的人面前擺款, 在我們這邊,還沒輪到你。 小丫頭,激到臉都白了,好啊你啊,說得好啊你。 她轉身,就回去回覆了。 那時尤士,才到了怡紅院, 遇見雜人啊,寶琴啊,雙雲啊,他們三個, 和地藏陰的兩個尼姑,在那裡講故事,開玩笑。 尤士就說肚子餓, 那雜人就裝了幾樣點心出來給尤士吃, 其他幾個人還在講故事。 那小丫頭就找到這裡,就生氣了, 把剛才那兩個婆子怎麼說怎麼說的, 就告訴尤士, 尤士就說了, 那兩個人是什麼人來的? 雙雲他們怕尤士激氣, 就快點勸她吧。 不是的, 當然是她聽錯的。 哎呀,你這個女兒啊, 那兩個糊塗老媽媽的話, 你就不該來回報了嘛。 我們奶奶是萬金之軀, 辛苦了幾天, 湯水也沒空喝一口, 我們哄她歡喜也哄不及, 說了這些事讓她生氣。 那雜人就快點拉丫頭出去, 哎呀,好妹妹, 你出去休息一下, 那我叫人叫她們, 有事的話, 你不用叫人了, 我就要叫這兩個婆子去那邊, 叫她們的鳳姐來, 那我去請吧, 我不用你去, 那那兩個尼姑就起來說了, 哎呀, 奶奶, 你平日歡紅大量的, 哎呀, 今天老祖宗千秋啊, 奶奶你發火, 豈不是被人說話咯。 那寶琴和湘雲都勸了她一份, 後來游時才說, 唉, 如果不是因為老太太千秋, 我怎麼都不肯過她了。 那說話之間, 習人就已經派了個丫頭去圓門外面找人, 剛剛遇見周瑞的女人, 那那個丫頭就告訴周瑞的女人, 周瑞的女人雖然是不到她管事, 知道這個人是像是王夫人的陪房, 有些面子, 那份人又比較滑頭, 轉是喜歡各處獻恩勤討好的, 視覺房的主人都喜歡她的。 她現在, 聽到丫頭這麼說, 就快點走入怡紅院, 口就一邊說了, 哎呀, 真是激死奶奶了, 不得了的, 我們這裏啊, 現在啊, 中到不堪了, 我不在這裏, 如果我在這裏, 刮她幾巴, 過了這幾天再炮製她。 由時見到她來到就說了, 周瑞瑞, 有沒有這樣的道理呢? 這麼晚了, 還打大開門, 燈光火燭, 出入的人又閘, 倘若有什麼事情, 你說怎麼得了? 我叫當班的人關燈, 關門, 誰知連人影都沒有。 周瑞的女人就說了, 哎呀, 這樣還得了嗎? 千幾天, 二奶奶還吩咐她們, 說這幾天是多人閘, 天一刻就好關門吹燈, 不是園裡的人, 就不准放進去。 今天就沒有人在了, 我說過了這幾天, 要打她幾個才是。 阿奶奶, 你又不用生氣, 過了幾天, 我又告訴管事, 打了她半死, 問問她們, 誰叫她們這樣說的? 我現在已經叫了她們, 吹燒燈, 關了正門和閣門的了。 這時候, 鳳姐叫人來請她吃飯, 又一次就說, 唉, 我不餓, 剛才吃了幾個點心, 請你們奶奶自便。 過了一會兒, 周瑞的女人就走了, 把剛才那件事報告給鳳姐知道, 她又說, 唉, 這兩個婆子, 就是管家奶奶, 我都時常跟她說的, 啊, 說了, 她又好像老虎那樣, 唉, 阿二奶奶如果不管解一下她們, 你說大奶奶怎麼下臉呢? 鳳姐就說了, 既然是這樣, 就記住這兩個婆子的名字, 等過了這幾天, 綁起來送去東府, 任由大嫂發落, 說是打幾下, 說是開恩搖說她們, 什麼隨她是, 沒什麼大件事的。 周瑞的女人平日, 就跟這幾個婆子不合啞, 於是她出來了, 就叫一個家童去林芝孝家, 就傳鳳姐的說話, 叫林芝孝馬上進來見大奶奶, 另外又派人, 馬上綁住那兩個婆子, 交去馬鵬, 派人看著, 林芝孝的女人, 又不知道是什麼事, 這陣子已經點燈了, 她快點坐車進去, 先見鳳姐, 到了二門, 傳話進去, 丫頭就出來說, 奶奶休息了, 大奶奶在院裡頭, 大娘去見大奶奶就可以了, 那林芝孝的女人, 就只好進去, 去到杜鄉村, 丫頭就進去報, 由時反而過意不去, 叫她快點進來, 由時就對林芝孝的女人說, 是啊, 我不過是找人, 找不到才問問問你, 你去了, 又不是什麼事, 又叫你進來做什麼, 要你白走一趟, 沒什麼事了, 林之孝的女人就說:「是呀,阿姨奶奶叫人全惡,奶奶你又說吩咐。」 什麼話?算了,算了,誰這麼多事說給鳳鴨頭知呢?大概也是周瑞師傅說的,沒什麼事了,你回去休息吧。 李懸想問一下是什麼緣故,由時反而攔著她,林之孝的女人見到這樣就出去了,剛剛又遇見趙兒亮,趙兒亮就說:「哎呀,阿嫂,你還不回家嗎?走來走去做什麼?」 林之孝的女人就說:「為什麼不回家?因為有這樣的事進來。」趙兒亮那份人,她就最好打聽那些是是非非的了,況且她平時又跟管事的女人是有交情的,大家幫到實的。 剛才那件事,她都打聽到八九情了,現在聽見林之孝的女人這麼說,她就把這件事點點點的,說回給林之孝的女人聽。 林之孝的女人就說:「哦,原來是這樣的事啊?哎呀,為什麼這麼厲害啊?開恩的就不抽情了,計較一點的,最多打幾下就是了。」 趙兒亮就說:「哎呀,嫂嫂,事情雖然不是什麼大件事而已,但他們是太囂張的,也要傳你進來,那就明明拿你來耍,快點休息吧,明天還有事啊,我現在不留你喝茶了。」 林之孝的女人就走了,她走到旁門,就碰見那兩個婆子的女兒,哭著來了,不停地求情。 林之孝的女人就好笑:「哎呀,你女兒真是懵懂了,誰叫你媽媽喝了酒就亂說話嗎?搞出這麼大件事,我也不知道。」 林之孝,現在以奶奶奶叫人綁著她,連我都怪了,哎呀,我還怎麼去跟人家求情啊? 林之孝,那兩個丫頭就一味哭哭啼啼地求情,就前到林之孝的女人沒辦法,她就說:「猛鬼,現成有條路,你又不去找,走來前我。」 林之孝,你阿姐呀,不是跟著大太太陪房,廢大娘的兒子的嗎? 你告訴你阿姐,叫趁家娘和大太太一說,那就一天都光了。 臨之下的女人說完,自己上車就走了,婆子的女兒果然說給她姐姐,姐姐跟家婆又說了,她家婆的廢婆就是刑夫人的陪訪,起先她是可愛過一陣子,後來因為假母不是喜歡刑夫人,連她身邊的人都沒有那麼威勢, 所以這邊的人都眼睛睛地敲實假證那邊有些看面的人,這個廢婆子時時已老賣老,恃著有刑夫人,喝了酒,在那裡鬧三鬧四,發洩她的怨氣,這陣子假母就慶秀這麼大件事,她就看著人家演奏,走走滴滴,在那裡辦事,指手滑腳,學生了,她的心呢, 早就不自在,就經常在那裡指雞鬧狗,就執是執非,亂發脾氣,那假證這邊的人又不計較她那麼多,那現在這個廢婆仔,聽見說周歲女人,扎起她襯家,就越發火上添油, 喝了兩杯輕輕地,就指著隔壁場大鬧一場,然後去求刑夫人,就說她的親家沒什麼不對,不過跟東虎大奶奶的丫頭,就喊了兩句而已,周歲女人就疏擺我們二奶奶,綁了她們在馬棚,過兩天還要打喔, 喔,求太太和二奶奶說聲,放過她們啦,這樣說,那刑夫人自從為了要鴛鴦給賈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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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之過當コ州依過富士jem 將長壁的賈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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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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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賚及賈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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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每回告都講 chicken with 老太太太和王夫人, są不喜歡妳 가져不喜歡太太 也んな就講了嗎?就說她不喜歡因為義太太太和 和蓮兒奶奶煮鬼的炸 那個刑夫人 她縱然是鐵心鋼膽 輔導人家 聽完聽完 心就越更加忠忌 所以這陣子就爭到鳳姐死了 現在聽了那個廢婆仔這番話 當時她就不出聲 第二天 到了晚客看完戲 散了之後 刑夫人就當著很多人面 向鳳姐求情 聽說 昨天二奶奶生氣了 打發周管家的媳婦 綁了兩個婆婆 不知道她們犯了什麼罪 照理我都不該求情 我想是老太太的好日子 咬緊牙筋 都要撕捨錢 撕捨米 周濟的貧勞 難道我們這麼陰質折磨人嗎? 不看在我面上 都要看在老太太份上 放了他們 說完 說完她就上車走了 啊 鳳姐聽她這麼說 而且還當著這麼多人面 真是又沒面子又激氣 一時又不知怎麼做 焗到她的臉都紫了 過了一會兒 她就跟賴大的女人他們說 哼 黃夫人問她為了什麼事情 鳳姐說了昨天的事 又是當時也在 她也說 連我都不知道是他們這樣的 你這麼多事做什麼 啊 我是為了你的面子 那就等你來發落 那些是禮 就如我在你那裡有人得罪了我 那你當然會送來給我問罪 你也是怎麼好的奴才 都要照這樣的禮來做的 哼 又不知誰去獻人勤 這樣也當事去告的 黃夫人就說了 你太太說得對的 真哥識府又不是外人 不用說這些禮 老太太千秋要緊 放了他們 黃夫人回頭 吩咐下人 快點去放了她兩個小婆 鳳姐越想越威氣 越不下臉 灰心加上傷心 眼淚漸漸 就趕回房間偷偷哭 剛巧 賈母打發虎柏來叫 說等著她 有話要跟她說 虎柏看見鳳姐這樣的樣子 就說 欸 你好地地 幹什麼這樣 那邊等著你 鳳姐就快點抹乾眼淚 洗過臉塗上滋粉 就跟虎柏去賈母那裡了 鴛鴦走到鳳姐面前 一看著她的臉 賈母就問了 你不認識她嗎 看什麼 鴛鴦就說 她看著她的臉塗上滋粉 她的臉塗上滋粉 我覺得奇怪 賈母就叫她走前來 也看著眼睛看 鳳姐就說 沒什麼 剛才癢起來出腫了 鴛鴦就說 難道你又受了誰的氣 鳳姐就說 誰敢給我氣 就算受了 老太太的好日子 我也不敢哭 賈母就說 對 我剛剛要開飯 你在這裡打飯我吃完 剩下的你就跟珍姨、媳婦吃吧 你們兩個吃完飯 在這裡幫兩個師傅 幫我選佛豆 你們都即即受了 先前你的姐妹和寶玉 他們都選過了 現在叫你們選一下 別說我偏心 鴛鴦 早就聽虎柏說鳳姐哭的事 又在平兒那裡打聽到前因後果 所以 晚黑人散了之後 賈母問起鳳姐哭的原因 鴛鴦就原本本說了 賈母就說 這些 就只是鳳丫頭識例之處 難道為了我的生日 就有奴才 得罪了族宗主人都不管嗎? 哼 大太太她平日 一吐氣 不敢發了 這趟明明是借頭借老 當著眾人 來落鳳丫頭的臉 後來這件事 暫且不提 賈母的壽丹 一直搞到過了初五 大家才得一口休息一下 那這晚 鴛鴦就奉命入大班園 找李圓說幾句說話 說完之後 鴛鴦就回去了 他走到圓門淺 見到閣門虛染 還未關閉 那這時候 就沒有人來往 只有當班房內 天上又有些多月色 鴛鴦 鴛鴦的恩行 又沒有拿燈籠 腳步又輕 連當班的都不知道 走走走 鴛鴦要方便 走去找草堆 走到湖山石後 大桂樹陰底下 一轉到石頭後面 就聽到有些衣服時時煞煞的響聲 嚇了他一驚 定眼看著 就見有兩個人在那裡 一見他來 就想說躲去山石樹松那邊 鴛鴦眼尾 趁月色就看到有個穿著紅裙 梳著個憑頭高高大大身材的人 是迎春那裡的斯奇 鴛鴦就以為他和別的女兒 也是在那裡方便 看見自己來 就故意躲起來 想嚇嚇自己 所以鴛鴦就笑著說 哈哈 斯奇啊 你還不快點出來 嚇到我 我就叫人當賊 捉 這麼大的女兒 整天到黑都還玩不夠嗎? 本來鴛鴦是開玩笑的 誰知道斯奇造賊心虛 以為鴛鴦看到他們 怕叫起來 人人都知道更加慘了 而且他認為平時鴛鴦和自己都挺好的 斯奇就在樹後走出來 就拔著鴛鴦箱膝跪地說 好姐姐 你千萬不要叫 鴛鴦反而不知做什麼 就快點拉斯奇起來 說你做什麼 斯奇就臉紅紅眼淚溜流 鴛鴦想了想 咦? 另一個人影就像個家童一樣 他的心就估到八九情 哎呀 他又反為收家到臉紅二赤 趴起來 他定了一陣子 就小小聲問 那個是誰 斯奇又跪下 說 是我的孤寇表兄弟 鴛鴦馬上 你想死嗎? 斯奇就轉向後 小聲說 你不用躲起來了 姐姐看見了 你快點出來叩頭 那個家童聽見 就在樹後爬出來 起小個叩頭 鴛鴦又轉身要走 斯奇就立刻拉著他苦苦哀求 姐姐 我們這條命都在姐姐手上 求姐姐超生 鴛鴦就說 你放心 我一個人都不說就是了 話口未完 就聽到閣門那裡有人說了 金姑娘出去了 鎖鴦鴦 鴛鴦就被斯奇拉著 不動得身 他就立刻說 我在這兒有事 不要鎖住 我出來了 斯奇就快點鬆手 防鴛鴦走了 鴛鴦出了鴛鴦 那塊臉都更紅 心就啪啪跳 真是想不到 不過這件事非同小可 如果說出來 姦道相憐 就關係到人命 保不住還會連累其他人 反正和自己都無關 受了不說就罷了 他回到去 覆了架 沒命 大家沒事就安息了 原來 那個斯奇 他自小跟他表兄弟一起玩大 小時候說過笑 說將來你不娶我又不嫁 這兩年長大了 兩個人都生得人品風流 斯奇就時時回家 兩人就眉來眼去 舊情未亡 但是又怕彼此的父母不同意 兩人就想辦法 裡裡外外 買通原來的婆子 流門看路 今天就趁裡面忙忙亂亂 在外面進來休會 怎知被鴛鴦嚇散了 他的表兄弟早就在國門 就趁出去 斯奇回到房間 一夜都睡不著 真是後悔都後悔不及了